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畅销榜第82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华文创作类第二名 书名叫做《那一页莫扎特的门有人在敲》 作者瓦利 出版社宝评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3月10号 内容简介 最好的演出从来不是每个音符都谈对 在破碎的人生也有一首主题曲 网络上最会了播新鲜的音域系作家 瓦利唱片行最新音乐故事集 一些你原以为是插曲的剑奏旋律 后来都成为重要的生命线索 再不起眼的一瞬 在他笔下都有了慎重的发声 与父亲决裂多年的儿子 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 一张大卫包衣的唱片 KTV服务生是最寂寞的人 在那众生狂欢 哭诉抱偶的暗黑之地 他连片刻的疯狂都不被允许 郭尔德弹琴必要难难易语 因为寂寞 却找不到合一的方式表达自己 欲震缠身的李希特 防空洞里练琴的邓泰生 无故被殴打逮捕的爵士宗师 有时音乐是最好的借口 而有时音乐比借口更好 可以是人生某段切面的救赎 有些人的生命 靠大事迹方式的表格赖明科 有些人是靠数着抽烟和喝咖啡的日子 来记忆 瓦丽笔下的人物 则是靠着平凡日子里的声响 演奏个人的惨破与救赎 继瓦丽唱片行之后 瓦丽再度寄出数十则音乐短篇故事 以前奏、主歌、副歌、剑奏、独奏舞集 与特别收录的一曲伪奏 谱写小人物的主打歌 一首首寂寞疯狂的人生变奏曲 以及多位古典、爵士名家的生命插曲 他不弹奏乐器 但他懂你的心 这些故事献给曾在心灵里溺过水 以为世界站在对面的人们 地球呼叫汤姆少校 地球呼叫汤姆少校 你还在宇宙星辰间流浪吗 回地球吧 这里有人很想你 作者简介 寡历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囤物主义者 专爱邪门的事物 专爱邪门的故事 挤满坏品味与棋屁 分明是早餐俱乐部的鲁蛇成员 偏生要透过一枚黑胶的嗶嗶啵 想象和全世界联系 拒绝忘记事物 开了一个可以记得事物如何消失的轨迹的寓所 如同电影瓦莉 总在时光的废墟永恒 掏选回忆的余境 我把它叫做瓦莉唱片行 内容视读如下 地球呼叫汤姆少校 有些人的生命是用大事迹方式的表格来明刻的 有些人则是数着抽烟和喝咖啡的日子来记忆 我的方式很简单 我用音乐歌唱的方式来叙说我这个人的残破与救赎 1984年12月31日 我出生了 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 只有羊水 还黏糊糊的体育快感 根据我父亲的说法 我已经受到第一份老不可破 有光窜出那样神圣的洗礼 这份洗礼是贝多芬的快乐颂 更精确的说法 是福特万格勒指挥的爵士名团 为了欢庆1984年整年平安度过 世界还没有毁灭 老大哥没有如乔治欧威尔预言般正在监控你 老爸竟就在婴儿房内拿起爱华的卡带播放机 放入这首四海一家 跨过任何标签返离的自由之歌 照理说 出生时就能听到福克万格勒 除了自己的哭声外还能接受伟大的心灵陶冶 人生应该相当顺遂才是 然而故事似乎总是要带些悲剧的色彩才卖座 那些人生胜利组的故事太美太虚幻 与我们这些堕入凡间的仙子格格不入 我的故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不是快乐的童话 1984年12月31日的晚上 透过老爸的爱华卡带机播放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我的心灵已在潜意识告诉自己我是自由的 但我的身体从来没有自由过 1988年的8月6日 我刚上中班才几天 学校老师已经在交唱 哥哥爸爸曾威达 他们在不经意间 复印着霸权下的性别期待 懵懵懂懂的我不懂歌曲的意涵 却已经对这歌曲反感 老师不断指证我带动唱时的姿势 特别是那句当兵小哈哈时 老师说我怎么皱着眉头 身体很紧绷呢 我当然笑不出来 因为我一直在看旁边的小伟 他今天又玩皮了 被罚站在圈外不准动 我多么心疼他 想跟他玩啊 1995年 有大半的时间 我在耳机和林强的向前走中度过 主打歌向前走当然好听 但是出外打拼 异乡圆梦的故事 还打动不了一个 尚在温室中的男孩 男孩没有肌肉 缺乏体能训练的身体里 每每期待听到的是 B面第一首 Olem Béa 因为夏日的5号 学校小巷里 总有一个卖Olem 卖香肠 也卖蛋猪汽水的摊贩 准时出现 他不是什么年入古稀的Béa 而是30来岁的精壮男子 谣传他十几岁就结婚了 那几个经常围绕在餐车旁的女孩 应该就是他亲生的小孩 但他们的妈妈从不见人影 日子辛苦 难以为继 必须出外工作养家 但不管怎样 听着林强向前走的男孩 眼睛从没正眼瞧过 那些可爱的女孩 也就从未发现 他们眼里 渴求他头上 看来酷炫的耳机 男孩看的 从来就是这个 站在他面前 活生生的Olem Béa 看着阳光从他大量发汗的 白色吊嘎串流下来 那古铜色的神秘肌肤里 透露着青春和食物绞肉 蒸腾的味道 男孩有些作呕 他感觉他闻到 自己无法掩饰的味道 一直在喉间哽不下去 日子久了 哽不下去的异味 成了青春自视其身的尴尬癌 他们管他叫喉结 我觉得叫吼结 吼叫的吼 抢结的结 一种想要大喊 却喊不出来的年少结 像梦克比划下 那个变形的人 发出一个闷声的呼喊 他喊了 世界无言以对 存在的荒谬却无限蔓延 1999年5月8号 接近高中联考的日子 我正日播放着 大卫包衣的Space Adidity 感觉自身如同汤姆少校 被流放到外太空那样的陌生 却又在那样荒凉的宇宙星辰间 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和自由 父亲爱华卡带机 早就升级成全自动 可任意选取的 新世纪雷射唱碟播放机 他的音乐品味 仍是那样坚不可摧的精英式主义 那时富与子已经不太讲话了 如果你发现儿子的摩尼考成机 一点也不如他出生时播放的卡带 让你快乐 特别是他墙上专贴一些不男不女 看了伤眼的裸露海报 沉默将会是你唯一的情感表达 大学联考八科中 我只有英文算好的 因为我总在英文歌词里 寻找外语字句发出的忧光 就好像是柏拉图说过的 原始人类住在洞穴 为了驱赶野兽 他们有了光 但那还不够 他们得比赛接力说故事 才能赤走这毫无希望的长夜漫漫 听歌认字 成了我找到生命洞穴的入口 离联考越近的日子 我越需要顿入这些有光的小洞里 自己说故事给自己听 有一天 我回家发现汤姆少校 永远的迷失在浩广的银河之中 那些海报全被撕下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的白墙 2002年9月23日 我终于得以北上就学 逃离那个具有良好品味 与政治正确的家 结佳的家 在自强号的滚动声中 我不停播放着 Bob Dylan的Like a Rolling Stone 望着车上朝来朝往的人群 在每一个若有幻无的借过与碰触间 寻找陌生人的安慰 就这样我沉沦了 像一颗滚动的石头 我卡在人生不断崩持向前的离心速度 在所有对我张开双手与跨间的男人里 痛并快乐着 我好像就要看见彩虹 但那属于老爸出场乐的变调贝多芬快乐颂 诡异如发条橘子的魔幻混音版 总在耳边响起不断提醒我 四海一家啊 我的兄弟们 我愿舍身为你与你共气 但为何我什么都给了 还是这么寂寞 2010年3月5号 我到了一家名叫直友的咖啡馆 和卫州分手 那是一间直播蓝调 和灵魂乐的边缘人咖啡馆 这些年来 我只听和父亲相反品味的撒旦式摇滚乐 好像就是要从这些粗硕不和谐的怒声中 镇破他那固若金汤的贝多芬堡垒 就在分手的那天 我第一次听见黑胶的声音 我从未想过 蓝调的底蕴 竟比摇滚更为狂飙 那是来自生命与世界打磨的声音 如同脆弱的针尖 拼了命去拾取阴沟里的细微音讯 你总得与沉沉够够的现状不断拉扯 才能唱出生命所有的苦楚与痛快 我向前一瞧 发现播放的曲子 竟就叫做My man's gone now 歌手叫Nina Simone 那天下午的咖啡只有苦涩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卫州 卫州说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需要一个正常的家 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婚姻关系 我说 那是你需要的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卫州在我面前崩溃了 此时Nina Simone 以近乎哭腔的方式 燃烧着离别的愁苦 她的声音隐约又化成一首祈祷之诗 那就像是一只羽毛受损的小鸟 高飞的样子 飞得越高 掉落的羽毛越多 却不得不飞 因为身为鸟儿 你是不能不飞的 而既然是黑胶 也就不能停止转动 如同我不能改变我自己存在的方式 如同Nina Simone 必须那样用全身的力量来歌颂生命 我就是我所感知的这一切 2010年3月5号 我在只有咖啡馆终于失去了卫州 却意外得到这片 Nina Simone sings the blues黑胶 我根本没有唱盘 也不确定怎么播放 但心里头硬是有个声音告诉我 无论多少代价都要带走这片黑胶 其实我根本不想再听到这样唱到心灵深处的哀歌 有些事心只能破一次 我想带走的无非是和卫州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无论多苦 我都好想再次重温那走味的咖啡 等我再次想起这张黑胶 已是好几年后的事 中间的事不提也罢 我过着行尸走肉 没有音乐的日子 很长的时间 我没有刮过一次胡子 空的酒瓶叠满了房间 突然他们再也承受不住地心引力的召唤 从最高处滚了下来 然后滚到了Nina Simone的蓝调唱片旁边 一瞬间心中涌起千百回忆 想起那天下午 在只有咖啡馆 卫州崩溃 不成人样 我的心又频频揪了起来 啊 原来我还能心痛啊 My man is gone now 其实我生命中离开的男人 哪里只有卫州而已 爸爸早就不跟我说话了 爸爸的雷射唱蝶播放机早就坏掉 瓷头早就没有背品 失去的亲情周末也难不回 听妈妈偷偷跟我说 我当然还是会跟妈妈保持联系 否则这几年来的流浪 我找谁疗伤 爸爸竟然回头听起比卡带更古老的黑胶 家里天天上演着贝多芬的现场重播 妈妈说 那是爸爸还惦念我的方式 如同我出生时 父子俩以快乐送相遇 爸爸不说 但爸爸总在心里留盏灯给未归的人 2018年11月20日 没有唱盘的我祭出Nina Simone sings the blues 给重新听黑教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老爸会知道我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血汗泪吗 那些夜里的兽在叫也在哭也瘦的兽 老爸敢放胆去听吗 前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高雄以七彩的缤纷礼品纸 包好的物件 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先撇到上面的一句话 地球呼叫汤姆少校 地球呼叫汤姆少校 你还在宇宙星辰间流浪吗 回地球吧 这里有人很想你 我出生的那一天 父亲播放快乐颂 今夜高雄寒流 据说是20年来最冷的一次 但我不怕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如今在老家门口 再次听见以黑教播放的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我终于才知道 快乐颂原来不是这首交响曲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合唱 富与子的合唱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合唱 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超越偏见 镇破隔离的牵手大合唱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 那一夜莫扎特的门 有人在敲 作者瓦利 出版社保评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3月10号